漫遊嘉東活的博物館 踏訪誓詞步道 游覽豔宇時光牆 感受著古色古香的小巷弄 豐富的文化底蕴及內涵 而連接古蹟群的道路上 有具歷史意義的張家商樓 及客家火房宗祠 沿著步道來到三山國庙旁 還有法國藝術家在嘉東 留下的巨人壁畫作品 讓人彷彿走進屬於客裝的 世外桃源 除了看不同樣貌的建築 剛剛我所講的古蹟 楊氏宗祠在全台灣 是唯一有太極兩一支的一個宗祠 過來西藏門還有張家商樓 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 法國藝術大師Paul 他的作品留在嘉東 在三山國庙那邊 我的建議是說 你過來這邊用半日遊 或是一日遊 然後再下去墾丁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假期 是多彩多師 而且是文化 還有很多人文各方面的 一個豐富知性之旅 嘉東文史協會表示 六根村除了有限定古蹟 以及歷史建築 還有密集的典型客家火房 因此在人文與地景的加乘作用下 六根村發展文化輕旅行有成 且未沾染商業氣息 走在鄉間巷弄 不會見到擁擠的攤位 走累了還能到莊內 品味一碗道地的海味客家版條 享受屬於客裝聚落的日常 當然大家應該很清楚 這個嘉東市客家六堆裡面的左堆 它是唯一一個濱海的鄉 也是說版條有加海味的 一個很特殊的 不同銀美容跟萬軟內部 寒假以及春節假期 馬上就過來 那我想我這邊還是建議 我們可以有空的話繞過來 雖然我們家中這個地方 離台17線就是沿海線 其實很近 就轉國灣就進來 那你進來以後 你會突然發現到一個桃花源 很特殊的一個 農譽客家氛圍的一個小村落 協會強調 無論是假日 規劃一日遊 二日遊等輕旅行 或是即將到來的年節假期 安排來個六根村 走春小旅行都很適合 歡迎鄉親踴躍到仿古蹟之鄉 感受這個活的博物館 深厚的文化理運 及客裝桃花源魅力 屏東新聞 補玉婷 張志豪採訪報導